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伴随着80后 甚至90后 那一首踏浪就是出自她之口 据了解 沈燕的家人希望此时尽可能的低调 所以圈内的一些艺人都不知道 当年与其齐名的玉女偶像歌手江灵 也是经过友人的告知才得知她过世的噩耗 据说她难以置信 心情相当的难过 毕竟两个人曾经共度过美好的回忆 另外 据杨庆皇的经纪人表示 这几天杨庆皇和美国好友聊天 得知沈燕去世的时候非常的安详 虽然没有告知具体的病因 但据悉是在睡梦中离世的 疑似有着和心脏相关的疾病 沈燕的原名叫周美玲 是华氏第四期毕业的学生 因为陈于洛燕这个词汇 与其的性格十分吻合 所以便取一名沈燕 沈燕出道以后一直走的是文静梦幻的路线 所以深受诸多年轻粉丝的喜爱 1979年发行的那一首《踏浪》 让其火遍了两岸三地 小小的一片云呀 慢慢地走过来 请你歇歇脚呀 暂时停下来 也正是凭借着这一首 她在香港大红大紫 并签约保利金 成为了当红的歌星之一 除了在乐坛大放异彩之外 沈燕还进军了影坛 相后出演了《乌龙行大运》 《蹦蹦一串心》等电影 而《蹦蹦一串心》当中的主题曲 《一串心》更是红遍了大街小巷 事业也是由此攀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另外沈燕还跨界主持综艺节目 《燕在灵烧》 由此成为了跨越三界的全能艺人 82年的时候因为掀起了模仿风 所以沈燕的地位大大受到了影响 再加之不良媒体利用绯闻 恶劣攻击 沈燕的声势大受影响 发行完最后一张专辑 四季之后便悄然退出了乐坛 据悉沈燕退出乐坛之后 便接受了男友的求婚 并且移居美国 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 早年的时候在纽约经营花店 并育有两个儿子 据悉她仍然留着年轻时的 一头飘逸的秀发 稍微风雨了一点 外形并没有什么改变 以往虽然不常见她 但她没有消失 如今真的消失了 想想都让人觉得悲痛 一路走好 一代玉女偶像歌手 by bwd6